早安,進來就是阿蘇的時間 阿蘇今次想分享些甚麼呢? 分享阿蘇仍然去不了泰國 而想再分享一下 原來泰國準備又再封關 大家在聽阿蘇的分享之前 記得要讚好、訂閱和分享給別人看 大家都知道阿蘇早前非常忙 忙了很多的活動 因為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所以變了很少時間再拍片給大家看 所以這個真的非常抱歉和對不起 其實阿蘇看完之後 那你現在會不會拍得密的影片 我也有點疑惑 因為阿蘇在香港 始終很想很想很想分享很多泰國的影片給大家聽 但有時候 你不在當地很難會說得出 有畫面有感覺的感覺 所以阿蘇現在的更新 希望可以追回一週一週一週 一個星期一段影片的做法 畢竟我已經在香港超過五十多週了 已經過了一年多 都在香港拍片說泰國的影片 其實這樣我覺得是非常離地的 不夠貼地 所以這個真的非常抱歉 阿蘇另一件事 想分享些甚麼呢 就是阿蘇在網上看到一件事 原來是真的 是甚麼呢 就是原來泰國這麼久為止 有很多行業都會有些保障 原來夜夜生活區 例如Globa 酒吧區 是沒有任何援助的 阿蘇在網上看到 說有些聖工作者 那些小姐姐 是完全 在這次的COVID-19裡面 是完全沒有任何資助 幫助的 還可以看到他們 就是沒有工資 要靠自己去省死 省死底 用老本才能夠過活 我看了一段影片 一個小姐姐說的訪問 就是在這麼久的疫情期間 沒有受到保障 只有老闆 可能給的比較低的月薪 有些底薪 希望她去度日 和給地方去住 通常開的COVID-19 老闆都是有些少錢的 或者有些少物業的 可能三五四個小姐姐 住在房間裡面 最重要是甚麼呢 那些老闆 我看到其中一個小姐姐 就說很感謝老闆 幫她開託了 網絡這個影片的項目 變相都可以賺取微日的收益 雖然你說真的沒有高酒吧 賺得那麼多 或者沒有酒吧賣 賺得那麼多 但變相在網絡上來說 都叫做一條新的血路 但畢竟很多網上的影片 例如Program Disc Ava的那些 都已經很看到這些 五光十色的影片 但他們在網上做的影片是甚麼呢? 純粹不是跳跳舞 類似直播、十七直播 所以都是一條新的血路 我也很佩服泰國人能不能生 以及佩服老闆也很能不能生 這樣的情況下還可以想到新血路 讓員工少爺姐去找一串新機 這個也是非常佩服的 之後大家都在想 究竟何時回泰國 究竟何時回泰國 其實泰國盜門一早就打開了 只是最近 剛剛22號那天就關閉了 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前陣子的Omegon在全球試驗得很厲害 你別管英國、美國 已經每天都感染人數過萬以上 到泰國都受不了這個壓力 都要再次封關 令到所有遊客 在22號至明年6號期間 暫停他們的申請進去曼谷 只能夠去哪裏呢? 就是沙盒計劃去布金 阿蘇就想了 多說一句 我也是想去曼谷開心一下 甚至去曼谷玩奇哥 玩水 但現在這個情況下 阿蘇仍然留在香港 原因只有一個 就算我去到泰國也好 我回來又要隔離21天 是21天 即是我們不要管中間的操作過程 譬如保險 住房 阿蘇已經退租了 阿蘇已經沒有再在泰國租房 因為我已經立了吉租一年 我找了奇哥 奇哥幫幫忙 幫我把東西搬走去 找一個地方租倉 放下 所以阿蘇已經沒有再在泰國租房 所以想起泰國也沒有什麼牽掛 但其實我仍然都很想回泰國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泰國有很多事情應該要去做 譬如 可能要先買一層樓 我也想在那裡住 日後退休住 還有 說太遠了 最主要是什麼呢 阿蘇一想回泰國 完成我未完成的事情 因為 有些事情要繼續做 才開心 可能大家都 有一樣東西 大家都想回泰國 有很多原因 而阿蘇反而去泰國原因 就是想做些事情 那些事情呢 不知道怎麼說 日後才大家跟你說 最後 因為這個疫情下 Omicron 令整個泰國 經濟方面 有人說過 至少沒有了六億的泰幣 是六億的泰幣 整整這幾天 封了那麼多日 可能兩個禮拜 已經沒有了六億泰幣 對於很多旅遊業界來說 本來打算 聖誕節重開 大家開心心 過來度假 到最後 原來都是一盆吉 最後都是沒有錢回來的 所以令到 油油業都開始呼籲政府 希望他停了馬來 之後 不要再突然殺停 有很多事情 譬如 可能你做餐飲也好 做旅遊也好 你有一些東西 訂了房子 你要付款給別人 有些東西 可能你收到別人訂金 訂了一些貨回來 但人家就不理了 那你們要付錢給別人 那你的貨就在手了 這些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操作 有些專家說過 2022年 就完全會在地球消失 那這個就是一個 希望可以成真 始終大家都改變了很多 生活習慣 譬如可能和朋友相聚 平時可能一個禮拜住一次 甚至乎現在可能一個月住一次 平時會和朋友吃飯 吹水的 現在用了zoom 用了video call 已經當吹水了 所以變成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就少了 即是阿蘇這幾年都幾個 怎樣說呢 都見得少人了 尤其是見少了很多泰國人 所以都 那些泰文越來越生疏了 所以大家如果見到阿蘇的話 會說幾句泰文 和阿蘇說幾句泰文 交流一下 所以呢 希望可以 過這個12月1月 那個疫情會再平淡一些 即是再 好一點之後 大家可以想一下 如何去泰國 那 有些人會問過阿蘇的 會不會打第三針 那我相信打第三針 都會打的 可能是出發前才打 因為始終 你打完第三針 你打第四針 第五針 可能打很多針 那倒不如你打完兩針 真的可能要出發來到香港 甚至乎香港有本土的病例 我才會考慮打第三針 今天分享到這裡 希望我們可以下次再分享阿蘇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的 阿蘇會再密密一點 那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 大家好 很多網民一路支持阿蘇 而阿蘇做每一條影片 都是重心盡力的 而阿蘇在YouTube 剛剛開了一個 叫做專屬會籍的計畫 如果大家想給予多些鼓勵 和支持的話 可以加入阿蘇的專屬會籍 多謝大家